大家好 我是清风好程序员大数据讲师 Jason 我们好程序员的口号是 从平凡到周月为梦想而拼搏 希望每个同学都为自己的美好未来而努力拼搏 我们本堂课要讲述的知识点是 首先是Elasticsearch的简介 概述 然后Elasticsearch和Solo的对比 然后Elasticsearch和MySircle的对比 然后Rest的警戒 其中概述里面我们会讲述一下 Yes它的来龙去脉 Yes的作用 Yes在大数据领域中的用法 Yes和Solo的对比 我们会讲一下 这个Elasticsearch和Solo 它都是基于Loosen 这两个分布式搜索引擎 它们有什么区别 我们进行对比分析 然后我们还会将Yes和MySircle进行对比 MySircle呢 是传统的RDBMS中用的 较为广泛的一款数据库 和咱们Yes相比较而言 它有什么一同点 我们会进行详细的讲述 然后呢我们会讲一下Rest 因为我们是通过Rest4风格的URL 来访问Yes服务器的 好,这呢就是本能课知识点 在我讲述的过程中 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 大家可以呢 加入咱们清风大数据学习言 241617568 那么惠元老师呢 实时为大家解疑失货 好,就接受到这儿 等一会儿开始来正式讲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